因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 越發激烈 星期三下午 執法部門抵達加州大學安環分校校園內驅逐人群 拆除支持巴勒斯坦的營地並逮捕素人 舉悉下午兩點半左右 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者聚集在物理科學報告廳周圍 要求加州大學從以色列設資 並將帳篷堆疊起來作為臨時路障 以封鎖報告廳的入口 此時數不明身著防暴裝備的警察抵達校園 宣布集會為非法集會 疏散人群並於傍晚開始逮捕抗議者拆除營地 同時後方宣布取消星期三當日的其他線下課程 目前被捕人員的數量尋未公開